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利用双休日的时间 请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学习方面的心得 今年是兼党90周年 90周年我们应该想什么 前次我在山东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一个所有的单位书记 他说我首先想到毛泽东 我说我首先想到李大钊 当然我现在应该对 先到毛泽东也对 从我对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当事理业又来讲 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想到李大钊 李大钊是在中国 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 率先宣责社会主义 发展方向的人 率先与陈多秀一起 进行中国共产党闯建的人 有三个率先 这是其他人说达不到的 中国的诗经上有说 没过有出 没是无的意思 世界上的事情 没有没有开头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创建 就是有出 有人歹头 创建了共产党 但是 事情下面结束还有一句 叫 希望可有忠 很少有忠的 没被有出希望可有忠 中国人的智慧很高 在我们进行的以前 就有这么的诗句 所以诗人们 对于一个事情的开始 特别一个国家朝代或者整合的开始 一开始都是战战兢兢的 小心谨慎的 他们知道 创业难 守城与博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果然很多灵验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老师 是书不连共产党 或者说当时 我国的共产党 他们就希望可有忠了 他们又来 那种主张 那种理想 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 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创建 我们把它为事 但是 他无忠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 利用人物 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一直是知道 这种理事真理的研究性 从阴安时期开始 我们毛主席领导的阴安证分 就是反复地告假大家 不能做立地臣 不能进城以后就失败了 这就怕希望可有众 你能夺了天下 能不能作为天下 那不一定 毛主席阴安证分的时候 教大家学习 《广梦若》的《假生三百年纪》 《基督立地臣教训》 永远再持 以后他所领导的一系列的运动 其实他的目的呢 也得持 就是不能让共产党走向反面 不能误众 另外我们看邓小平 南京研发社说的 如果我们要不能解决 如果我们要不能解决 人民幸福幸福的问题 思路一条 共产党搞解决作人为搞也好 共产党搞继续革命也好 搞什么群众争政也好 用一些办法 小平讲了 思路一条 这个是因为小平统治 领导我们党在新的时期 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世界上 由很多共产党都宣慨有中的时候 而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其实很意味深长的 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 它属于能够补兴 四不可党 尤其原因 你如果后来属于衰败 就是因为你违背它用来的宗旨了 你如果坚持用来的初衷 在新的形势下下去发展 那我们可以说 肯定是能有中 而能够创造新的业绩 无望不深 我认为我们党所谓的道路 现在我们庆祝党成立救世之灵 去整理救这些地方 那么我们党的初衷 究竟在哪儿呢 刚才我讲的 三个甩群的人物 就应该是正好提醒我们当地初衷的 扮演他为什么呢 那就是李大钊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讨的题目 中心主要是这样一问题 就是李大钊 他为什么 能够祈祷这三个甩群的作用呢 别人 也没有人拦着他 不让他这么做 谁让你不能够率先 究竟马克思主义的旗子呢 谁让你不能率先 修正社会主义呢 谁让你不能够率先 来发动中国观的创建呢 没有人阻拦跟他说 那就对自己的问题 李大钊能够这么做 那么李大钊怎么做的原因和条件 应该说是很复杂的 是一个社会历史的需要 秦海道是个时代的必然 这话太一包弄统了 那同样的时代 同样历史条件 别人又这么回事呢 所以这个前提条件 还不是最后的必然条件 那么从李大钊诸国来说 一方面有客观条件 跟他具备的历史条件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本身 他又能够回应这个历史的呼唤 他又能够回应中国人民期待 他的重量条件 有他的姿势条件 有他的品质条件 有他的意志条件 还有他的机遇 这样 就出现李大钊这样 让我们的世上 这么开辟型时代的人物 说优质先生们呢 他的爱国主义的特点 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这就是我间的题目 就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 也就是说 从李大钊他的思想主控方面 他这个思想发生过程呢 他的逻辑 他的思想正面跟那时代要求 跟人民的要求 现一致地发展而来的 这就是我间的题目 李大钊呢 大家知道是河北洛亭人 神于89年10月29日 九亿于1927年4月28日 年龄不到38岁 李大钊当时 并没有特殊有利条件 神于农村家境也很不顺利 他没出世的时候 父亲就已经出世了 他出世以后 李马左右 母亲也出世了 所以他的老祖父 护养成人的 在他上农会的时候 祖父也出世了 他结婚很早 十岁结婚 答应他的夫人 比他大六岁 在他上学的时候 就引用两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 就是李宝华 李宝华大家知道 是我们港亿安放的时候 不仅是在副书记 但是他不叫李宝华 叫赵正深 那么他第一部分 离至神言正礼 是李宝华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 这是第一部分 第一个标题 李宝华在他九亿之前 也就是《九笔》里面说了 遭干预国士之尾破 祭祀神言正礼 求得万九民族 振奋固群之良策 这是李宝华《绝笔》里面写的 这种话 对我们理解李宝华非常重要 一个是形式 第二个是理智 第三个是他要目的 目的就通过神言正礼 来求得万九民族 振奋固群之良策 那他有什么行动啊 来投靠天津北洋发展学校 这是1907年的事情 李宝华是18岁 他在中校上学 中校没读完去考 这时候天津有三个学校来招生 一个是军医学校 李大钊不喜欢没报名 但是这个学校 后来我们知道 后来 后来郭某柔报名了 同样的一个学校 他从四重考的没考上 还没有说没去 没去 他不考 说我不喜欢 不喜欢军医 还有一个学校 这种这个炉台的银行装修所 学财政的 学财怪的 李大钊考了 考上了 本院发展学校 也考上了 修哪个上学 这就是一个考验 那就说明李大钊这时候啊 我开始还没完全下的决心 李大钊越先越感到这边了 说银行啊 是为故人之户 银行从来 他讲我们国家是金饭王 或许自己生活得好 有钱 但是 弃之 李大钊去弃之 放心 我还是都正方 所以李大钊考 到北洋天宁的发展学校啊 它就是一个离职的开始 就明确了 到北洋发展学校上学 就是要离职生严正理 但是我们说一下 北洋发展学校 去的人 不久是生严正理的 干嘛呢 哈德威的故人出路 这个学校是培养新政人才 培养国家的发展人才 清朝末年又有政治机制改革 大家知道清朝末年 有个政治机制改革 高的规模很大 影响很大 重视发展 需要发展人才 告帝王 一些这种 这个法律的审判啊 帝王自治啊 那么贤立大钊这样呢 收场北洋发展学校 为了生严正理的 那是愤毛临角 他没有看到 第二个人贤立大钊这样子 不仅如此 在我所了解到的 中国近代 著名的人物当中 他们从一开始 在清廉时期 就离至用声音证离了九中古的 我还就看到李大招 因为九古保国的选择很多 咱们不能说别的就无价值 或者一定不重要 但是想他这么写问题 那是绝对是少见的 那么李大招的北洋观众学校 学六年以后 他自己说了 随着政治知识的日进 而再造农国的秩序 这已很高了 六年毕业以后 说明一下 北洋发展学校 它不是中后学校 不是大专 如果认为它名字叫中后学校 它前三年 相当于高中 高中中学校 后面还有三年 这三年现在有大学 大本 他在长生上明确规定 毕业以后 可以方招 大学本科 给予他的资历 刚才我讲了 李大招家境很困难 但是李大招这边呢 继续上学 到日本留学 那么他到日本留学 先干什么呢 他的好友同学 叫友谊这个人呢 有个损形的文章 说 就是李大招啊 干到之际呀 九国的准备还不够 当圣伯母够了 在地方上工作 甚至于很重要的工作都可以了 但是他这个目标高 不够 就相去到日本留学了 考试社会经济学 干嘛呢 那沿靠民生凋毙之缘 那他心里目光对着谁呢 对着普通的老百姓 大众 沿靠民生凋毙之缘 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出发点 马克思就这么来的 民生为什么调逼呀 劳动人为什么这么贫困呢 缘是什么 要照缘 照缘就照到社会制度了 照到一系列的答案了 当然现在李大招 他不能说已经了解马克思主义 还不是 但是他已经呢 觉得自己的志向应该这么取向 归来为普通老百姓来照顾 那么他的日本的三年时间 1916年回来 是他与生严整理的最重要的阶段 依止他以后成为我们散开这样的 三个率先的一个条件 开辟第四新纪元的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 那后面也不可能有 就是说李大招是从神严正理 找到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是神严正理来的 不神严正理的人 他没有条件带头找到马克思主义 假设没有这方面自身素养的话 马克思主义搬在他的面前 他一看不懂 或者他没有外问条件 他根本就不会看 结果别人怀疑以后 你可以看懂了 但是你外两一步不能甩心 第二个问题 这个死是怎么看 我们研究问题要这么研究 你说李大招 二国主义思想特别是神严正理 你说一说怎么回事 这才行 说不出来 空的 刚才我说了 那么我们现在第二步来看呢 那么他这说明什么问题呀 神严正理这几个字 他怎么做究竟什么含义 这个就不是一本事实了 即是在光阔理事的北京之下 来历行思考问题 什么历行思考问题呢 当时中国难道没有正理 大家说有啊 1907年神仲山招就创建中华革命党了 就是同盟会了 招就行革命了 任西朝的话 在秦末改良主义的改良运动方面 也是个诸多建筑 独有他们一套整理 尤其是1905年 思习太后 决定 就是说要在中国 要搞营铺时的政治制度 就是君主立信的政治制度 他说我离职神言正理来挽救中国 说明他们得救那些人的不满意 觉得有严重不足 那么李大招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话呢 他没解释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这样子 看看那些人的真理是什么情况 然后看李大招生言以后又是什么情况 一得着 哦 李大招不满意 大概就在这地方 你说是不是应该这么考虑问题啊 这是第一点可以认定 李大招在原来的中国的正理 救国的正理不满足 他又言容不足 那么中国原来的正理 它的祖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这么改革 就是中国现在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有现代的 有传统古代的 比如说以后团 那是什么爱国主义 能不能说现代的 比如说关天培死了 凶国了 说不算多了 中国在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 这么爱国的知识 包括大家知道邓世昌 他是什么爱国主义 他们都不能说现代爱国主义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 具有有旧理事成能的国家 中国理事上 从来并不缺少爱国主义 或者是有爱国思想 那中国到底已经堵着了 救援啊 要回啊 要回啊 要回年钱啊 堵着啦 你到底是关键时候 中国终于一世人人起来 都对 但是我们在亚平人认以后 中国面临新的形式 产生了新的爱国主义 这种爱国主义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九王为集物 就是因为外来侵略国家民的危险呢 以九王为集物 以建立现代国家为宗旨的爱国主义 基于一个发展过程 这种思想 包括通知阶级内部的改良派 他们搞的延务运动啊 就是早期的 他们独有想建立现代国家的意图 但是他们不完整不彻底 这是很早期的 他目的是想建立现代国家某些方面 到深中山 要建立民国 他这个思想就完整了 那么后来像杨锡超他们所搞的立现运动 就是建立中国立现的现代真正制度 他也是完整的 他们基本目标都差不多 就是中国建立一个现任国家 但是他方法受众不同 一个是革命 一个是改良 这就是中国现代爱国主义 这跟医护团 跟越南的分制裁 跟关天培他们不一样的 跟在这上不一样的 那么中国的现代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 对于中国的政治转型 是气负很大作用的 当然李大钊立志的时候 新海革命还没发生 即使如此 李大钊还没保证 那么中国现代国主义欧翔 让他最大的贡献之后有点调吧 深山技术方面的变化 咱们不说 过去不说 那也是一方面 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政治制度变化 废除了宗族转制 建立了民国 这个缺乏俄美形成国家的政治制度 这本人不说是中国现代国主义一个成就 是不是 这一定要不及的成就 这是一个 就是教育这个 中国冲动的教育制度的扣举 在中国研修1300多年 在比较多年的时间 秦政府或者秦王朝 把它毁除了 设立现代的学校 并且开始大规模派出留学生 民国以后继续 这本人不说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又一重要成就 就这两条 他的功劳也是不够磨灭的 我们暗示之际的人才 暗示之际我们执行条件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准备的 中国共产党登上整个舞台之前 或者说只属于能够参成中国共产党的朝夕共产党人 参成朝夕亲近分子 能够让他们发动行文化运动 都是有机电条分不开的 那你能说中国的现代爱国主义以 就是了不起 他的部门主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 就是说虽然中国建立了民主制度 而且有法律的根据 就是临时要法的根据 那是相当于现代爱国主义以后 但是呢 中国的运装 中国社会生活的话呢 就是从文化的根本机制来说 不坚实 不完整 不有力 是人家听到知悉人不知悉输一人 有这问题 人的精神条件 文化条件 没有好好解决 那么他的神言正理呢 还要明确 他在本案发展学校赏课的时候 就是没到人民旅行之前 他也神言正理了 他神言什么正理呢 我们可以看到 李大道的文字我们现在搜集到的 他首先是政党 他高度总是政党理论 他认为在分建专制主义体制结束以后 叫民国嘛 这个国家命用好不好 人民的命用好不好 就在政党了 以前靠好皇帝了 有好皇帝 人民就好过一点 那么现在没有好皇帝 靠什么呢 李大道认为靠政党 所以李大道大量的文章思考 都在研究政党问题 就是一个 他认为当时的政党 他都认为不满意 根本没有代表人民 当然当时政党很多了 至少有爱不及格 也有人说一千多的 因为当时啊 按照林斯要法 人民有几个接线的自由 很多政党 李大道都认为 这一政党 让他党刚说的好听 好像多能够复国立民 但是都不是 他就否定的 包括革命党 他一提出来 直接立下政党是什么样的 正面见 所以说李大道是这一招研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党 和如何政党的问题 所以李大道这一招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按照他的条件 按照他的条件 这是不是个理论的生意的根本问题呢 当时或许认为是 李大道看来后来还认为还没到根上 政党要根据什么 还要深入研究 当时他还研究国家统一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 还研究国家建设问题等等 读出他在北岸华城学校研究的 国家的几个稳定的问题 统一稳定政党 就是他研究的政理 那么到日本以后 他思想在前景了 正好这个时候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 乘徒又思想非常悲观 非常苦闷 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了 乘徒又是老革命家 是藩清革命家 二次革命时候几乎死了 他是安徽生独中户的秘书长 他这么悲观啊 就是因为爱国问题 又想又想到是 这个真的想不通 为什么想不通啊 因为当时 勇士开佛皮的过程当中 勇士开大的旗号就是爱国 勇士开说的比谁都爱国 那么谁败国呢 沈中山败国 黄欣败国 李热雄败国 李热雄败国 这革命发动奇异的了 就这么一套 李热雄败国 李热雄败国 不小心被人成为败国的 不被成为胖国的 所以啊 这革命以后 沈中山难以跑了 跑到海外去的话 很多人都跑 革命当化 沈中山也是 但是 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爱国本身就是真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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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神科复杂的真理问题 那么沈中山就有一个理论了 说这个国家啦 是人民的国家 我们应该爱它 一手当然 这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 我们还爱它干什么呢 不值得爱 如果爱的话 非于既往啊 他还说 有些国家亡呢 他甚至包括香港 香港大人呢 是足迹给人家的 那地方谁人 不说中国国呢 他人的生活比他们好嘞 那么沈中山的文章 非常悲观 不是人民的国家 另外它干什么 还不如画幻说呢 就是说 说不定还好了 这个太偏袍了吧 陈独秀的文章出来以后 说到人家的牵责 有点是有道理 后来一些人说 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 李大道经过一年多的思考 系列一篇文章 来帮助陈独秀 不是简单批评批判 陈独秀不是百国 他在经常发生困惑了 他这种爱子太深刻彻底了 他先到国家本质上去了 固家的本质和现实是有矛盾的 这是大问题啊 李大道招回答这个问题 李大道招认为 固家的含义 其实到学秒 现在固家这学了 固家他的这学思想 切到很悬的啊 但是 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我们国家现在 没有人民真正拿家住主 就是说 有很多 甚至根本上有 不可爱 不值得爱的地方 这里要承认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 就是说 这国家不值得爱 我们可以变 把不可爱 变成可爱 例如说 外国很多国家人家好 可爱 先进国家 那我要问你 他这国家是天生掉下来的可爱吗 他一直经过一个过程 一直他们人民奋斗来的 对不对 美国一开始什么情况啊 其他新警官什么情况啊 所以我们国家 当时虽然人民没有住主 不是人民的国家 不是为人民找福的国家 但是不能说国家不值得爱 我们正是要让他口爱 李大招在这时候提出的口号是 陈东秀呢 叫爱国要自觉 国家现在不是人民的 反人民的国家 不可爱的 李大招是 把他思想啊 我就升华了 他说 爱国成党自觉 爱国的确有自觉性 人家自觉就是理性人士 这个自觉什么含义呢 就是该进女国之精神 来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我们要求 不是说国家天生下来就可爱的 也不是说国家一切我们有哪些东西可爱 我们国家有哪些东西有的是可爱的 有的需要感到的 有的宝宝就可爱的 有的宝宝就可爱的 他这种种的东西要分析 在陈东秀这么一篇一份信 不是公开发表的 哎呀陈东秀当时就缺少这种帮助啊 在历大早的文章发表以后 陈东秀毅然奋起 回国 就创办了新青年 也就为我年六月回国 也就为我年九月创办了青年杂志 就是青青年 要发动启门运动 发动形犯运动 就是要盖进你国的精神 要让我们国家 求一个可爱的国家而爱之 从这时候开始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爱国主义 现代爱国主义啊 进入了一个新年段 就是科学理应的爱国主义 科学理应的爱国主义 更高层次的 要盖进你国的精神 怎么改进 带你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李达昭 他在深厌政治的思想 到1915年 对陈东秀的爱国问题的困惑 进行帮助 进行批评 陈东秀有接受他的意见 奋起来发动无视启门运动 或刑犯运动 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 科学理应的爱国主义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川普 共产党的成立 开辟了道路 创造了条件 所以李达昭的 深厌政治的爱国主义 是科学理应爱国主义的新生 新生的第一声音 第一声音 然后他又帮助陈东秀 陈东秀又起来了 创满新年 才有后来的科学理应的新时代 爱国主义新阶段 接受受监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部分 他的可割可及的 他的探索 什么探索呢 神言证理 他的成就呢 是厘丝分贝 就是没有鲜鼻的 尼亚超到日本联合以后 尤世凯佛皮的面貌越来越暴露 度化越来越加快 直至后来公开要陈地 汇除民国 汇除民主政治体制 尼亚超声音正理 就是要抓住尤世凯佛皮这个问题 从这里我们看到 伟大人物产生的条件 我们看到李大钊的深谷思想 他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形势 根据中国人民的命运 说会有回答的问题 他是思考的 李大钊的 首先在触摸马克思论之前 李大钊首先是思想家 理论家 当然他也是革命家 所以邓小平统治 他对李大钊提到的评价是 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我无论是一个革命家 当着主要创始人 我认为既是诸部阵上的政治结论 但不能代表完全的李大钊 为什么 李大钊还有其他别人说没有的 什么说没有的呢 就是思想家和理论家 简单我简单 我们中国从来不缺乏传统的爱国主义 几乎一般的爱国主义 而缺少生严正理的爱国思想 我们中国按照毛主义家呢 是革命传统的 所以在这一句上说 中国就不缺少革命家 但是缺少的 缺少革命家 偏偏就是思想家理论家 用这看复兵这个事情 谁不知道啊 谁得看过啊 尤其是不反对的 但是反对就完了 用这看想台死了 然后重新又开始 说民国又恢复了 又有民国了 还了 对不对 就这么干事啊 说明这个民族的求超东线 拿爱国来讲 中国 枪兵爱国 这是从严肃永统开始的 特别主要是枪兵爱国 外国侵略我们 因为在凶岁墙啊 咱们也卖军戒害军 枪兵爱国 枪伤爱国 当时叫伤战啊 外国人是伤兵爱国 枪伤爱国 华人想到的 中国人有这个民族 有这个特点呢 反抗把他清掉 有了就顾 不错的 中国在冲冬文化当中 文是哲 这个中国人很有根据 很有兴趣 也很出人才 但是就说政治学 中国冲冬文化当中 政治学 政治思想 不是说没有 也有很高明 很多重要东西 但是中心来说是比较弱的 中国人他有签略的任意国 你有正义感 反抗侵略 反抗侵略 一个中种不平等的现象 但是中国人呢 中国人有一条 追求真理的谨慎呢 还比较弱 神言正理的时候 就会接触到真理问题 另外 中国的与人家的体制和思想 对神言正理 有极严格的限制 也就是说 在与人家旧中国 人们特意研究很多很多东西 有一个最危险的东西是什么呢 正理 研究正理最危险 清光潮在教育纲领里面明确规定 民间静息兵超 第一条 什么学校里可以办 民办可以的 但是不需要你办军校 之前学习军操 这个情况下不行了 你想干什么的 第二条 民间要进行政法 你也想研究正理 什么研究更不行了 接着国家来垄断的 所以研究正理的话 那是最危险的 你研究的话是最危险的 所以中国的政治思想是比较薄弱的 你咋让我活着不知道呢 马克思都一直正理嘛 研究不最危险吗 最后牺牲了 对不对 但是中国人不怕死 中国人所有不怕死的地方是能力 能力的根本是忠孝忠义 最后的能力方面你打动他了 那个他就把命拿出来 但是 你就很少看到有个人 所为真理而死的 这是中国文化他们的问题 但是这个文化 由于李达昭的神言正理 这道绝旧正理而干洗了 李达昭是中国可以说这些 要对现代国主义进一步神言正理 提早口哮理性的人 李达昭是中国民主义进一步神言正理 他叫做口哮理性 是一个新阶段 那么由于李达昭以后 李达昭马上就想到两个问题 李达昭马上就想到一步神言正理 李达昭神言正理第一个 李达昭北式的 李达昭式的 李达昭国就是民意思想 那么就民意思想啊 他的实质 是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 用中国的语言 来建设西方的人文主义 那么什么叫西方人文主义 这里面李达昭世界又显到一个问题 显到什么问题呢 西方凭什么欺负我们啊 中国亦来不是文明古国吗 周战世界前面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落后了呢 为什么被人欺负了呢 这个问题在很多人 现场上是没有很好答案的 怎么答案呢 他就爱情的 他不好 一样人 不动力一般 对不对 或者说就说了 是这情况吗 那么我们中国有些变化 又变化成什么样子呢 能离开西方人文已经几百年周固的路 他的经验 那凭空实际一下吗 当然不能 西方人也是人啊 他也是人民啊 他也是处罩历史的 那么西方他就实现文化当中 最大的引起西方的变化 由来西方并没有比中国高明 他引起的变化 就是有人文主义 西方人文主义 西方人文主义 是从十四世纪意大利瘟疫复兴开始的 十四世纪意大利瘟疫复兴开始的 那么这个瘟疫复兴 这个马克思 恩格斯 是高度评价的 马克思 恩格斯 他们也深受这种四朝的影响 这种四朝的特点什么东西 就是研究人 从人这个命题开始 那么西方的瘟疫复兴对于人的理解 国民主义是CATVT的 人是一切的中心 人是一切的尺度 就是价值标准 人啊如何 文明如何是一切标准 一切要以人为出发点 充分地尊重人的尊严 要充分肯定化为人的价值 那么大家的说这话 好像很平常啊 因为我们现在硬成为真正的人了 不对 你说这话当时就反复反乏了反境了 谁说的啊 神才是中心呢 宗教才是价值标准呢 人这么是个尺度呢 对不对啊 人用什么尊严呢 上帝他有真言呢 你没真言呢 等等吧 说这个瘟疫复兴的人的觉醒 人的觉醒 人觉醒了 人的自觉 充分肯定人的价值 人的真言 人主为尺度 人主为真心 主为唯一标准 这个思潮 从意大利瘟疫复兴开始 经过几百年 这个瘟疫复兴呢 它是通过过种文艺来表达的 包括图啊 音乐了 各种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一些艺术品里面看到 包括人的像 雕兽 男的女的 都表示这是精神的 这个过去不够想象的 这叫瘟疫复兴 人的觉醒 人的学说 这种学说呢 称之为人文主义 或者也可以叫人本主义 简单说话呢可以叫一人为本 所以这种规本 这种思潮在西方流行了连长的四季 才发生了政治革命 但是 这是个基础 啊 由这个基础 而形成了政治上的变革 一系列文化民的变革 但又进不深化了 如果我们把前面瘟疫复兴 那样不了解 实在不见 只谈那个 所以对西方的文化 根本就了解不深 中国那一种时间 考称谈新文化人的 著名人和领袖人和多得很 也不少 但是能够这么住的人 偏偏还少 首先总是瘟疫复兴的 中国有两个人 第一次录迅 是强调瘟疫复兴的重要信贷 由后标志 必须提到战定这个诗人 恩格斯说他是 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 也是新世纪的第一个诗人 还有就是李大昭 李大昭 谈到了他的思想 就是瘟疫复兴 有文文文文文的思想 而他记得也谈到战定的思想 也谈到宗教改革 了不起 那你为什么离开不到啊 那就说李大昭真正知道 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 首先需要解决的 需要明确的 就是人文文文文思想 就是一人文文思想 你离开这个谈 为什么坚当或如何坚当问题 谈为什么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 为什么稳定如何稳定的问题 不是说毫无价值 没道理 这个本还要联系上 还要在这个根本上 所以 明硬政治这篇文章 通过他的审言 就是抓住这个根本 让中国的冲通文化当中 来理解西方的人文主义 就叫中国化的人文主义 明硬这个词 是诗经里面的 天神真名啊 有物有责 明之秉移 好事亦得 那么李大昭进一步解释 天神众名 有形下之气 必有形上之道 道极理也 私民之生 及本私利也为信 取有自善而止言 那么李大昭呢 《诗经》里面又印出一个概念 形下之气 有形上之道 形下之气是看得出来的 看得见的 形上之道是我们感觉看不见的 而且道啊 手下的 那么道极理也 它又印出一个概念 道就是理 这个理不是我们现在的道极的理啊 是理学家的理 宋明理学家 朱熹啊 王阳明啊 什么陈希 陈浩弟兄 都是谈理 谈理 道就是理 当然你拿到这个地方啊 不必再说什么了 还有个气 中国的哲学史上 又有理 还有气 啊 中国哲学史上面呢 心上 心下 心下上指的是气 或心下上之道 理和气的关系啊 就 始终是个讨论的问题 讨论热烈得很 但是呢前进还不能说很大 这个哲学方面的困境 说斯宾之圣 即本是一位信 啊 本是一位信 好 现在我们说 明的信究竟是什么 本这个利是什么 哎 这个要回答的问题 就叫生严正理了 政治学要从人严就人开始 甚至会说 医学学说都应该从严就人开始 社会护卓的医学学说都应该从严就人开始 当然是一切也就不完的 那么这个问题 中国理事上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真正 展开这种这个矛盾 斗争 那么中国依然说 它是这么解释呢 问题有害在这一方呢 就是天生真名啊 有有责 这句话 一个是不承认 一个是去解 什么不承认 物 作为气来讲 我想今天我们展示的每个人 都有物 你们有诸位吗 你们就往到诸位上 哎 这谁啊 这个不是我不出来的 哎 你来讲 就是有是物 有是气 对不对 受 什么情况啊 如果是道 这话就摸不出来 这样 道啊 摸不出来 又是不成问题了 但是 我们为分界通知这些佛物的理论家 所谓理论家 或者是理学家 他有一个特点 不承认任 不承认有代理论家 责就是道 法者 规留理性 道就是道 来也就是说 分禅是一位作主是政治思想 承认名是物 但不承认的名有责 这个名是有无责的东西 来也就是不懂理的东西 不懂道的东西 那么他的责乎哪里来的呢 好了 就是皇帝神仙 他通知这公主 给他的 呼吁他的 欧阳里有这个责 你就有这个责 这个主席就是这么见识的 说了半天 老百姓是有无责的 老百姓的灵魂 他的思想是别人 皇帝那些运用文人 搁他的 搁的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呢 另外他又解释什么呢 他把有无有责吹别的了 说我的话就是天地那些事情 我觉得这就吹得远了嘛 人家说了 天神之明有有责 你怎么把你有无所贴上去的呢 会比问题吗 我们需要的回答就是说 明到底有责没有 人有鸡皮 但是他又没有他的本身那一套的责 这种责 他不会说 不是不会说 会说 说得背景很好 不会写 不会形成理论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责 那么我们现在人字 就得充分看到明 是有无有责的 这种责 他自己说的不这么好 不这么深刻完整 我们要跟他标志出来 他不能写 我们不能写 这才行 但这是信念 这就是现在国家的信念 这就是民信 民的责 就是民信 这种信 这种信 你打算认为是善的 不是恶的 认为民信是善的 就是现代政治思想 认为民信是恶的 就是传统政治思想 所以你打算的民信思想啊 就是来标识是个西方的人文主义 它称叫人的自然 民的常态 民的本能 民的国有自自能 民的自由自欲 就是他这个文章里面讲的 所以它是民信 民的秉信 那么你打算就是用民意表示 应该以这种民意 也就是人和人性 人和人性 来作为政治的根本标准 根本出发点 你打算是第一个 具体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旗帜 首先找到马克思 刚才我讲了 马克思恩克斯他就这样 他就先从西方人文主义 他就能受到他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研究 进一步成为自己的理论 李大钢说 方今求知之道谁广 忍知之隐谁旁 而提纲皆领 首当身体之力 一为设施 一为设施 为实的话 这取自任遥 民分之端 习怕第二期翻身 直无一意 这话不是社民说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书 是人为社民说的 那这么理解李大钢呢 李大钢说 说他这个民意 有连不作用 一于是为之之道 就是这一条是为之之道 国家执政的人 用这个来直立国家的根本道理 就是第一条 一于是无明恒脸之气 这个道理 画个掌穷的人还不行 老不信应该懂 一于是无明恒脸实力之气 我们一般老不信的话呢 一是拿几个来恒脸我们的政治的 政治是怎么样 是不是抓不根本呢 这两个作用 恒脸实力之气 就是为之之道 就是民意实现的作用 民意实现的话呢 有链方面 在李大钢当时有链方面的作用 第一方面 要批判勇士凯 勇士凯 他的根本问题 就是反民意 就是反人性 就是由人为敌 马克思跟克斯的教导我们 这个分界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 他的根本问题 就是拉人不当人 把人当工具吗 把人当奴隶吗 把人当奴隶吗 没有实现没有什么灵魂的 所以他用民意思想 批判勇士凯的 够人住在历史的英雄主义 这个微信史观 微信主义 就是一点 第二 他用民意思想 批判勇士凯 反民意的分界基础主义 第三 批判勇士凯 反民意的 实现文化上的 专制主义 实现文化统治 不让人民 有任何自由思想 在勇士凯收到之处 越南民国建立以后的报纸 刊勇 纷纷地被封闭 大量的激烈变迹 被泡汗 一队被撑 这就是民意思想批判的 这些内容很分红 很深刻 这么深刻呢 我是比的 跟谁比呀 别人不比 跟孙中山先生比 一个年轻的好比 就两个代表人物 他们也有批判 也很重要 绝度不同 李大道怎么不同呢 他是从思想里面上批的 阿姨从民意来批的 崇根克斯 马克思说的 根本来批的 化民意 反人化人性 作者主义 就是这样 李大道不禁止 通过人文主义 批判勇斯开的 文件作者主义 文件上的复批 他更正面地提出了 我们建立现代国家 究竟应该怎么样 标准 也就是说 我们现代国家的利口精神是什么 从中的利口精神 是我们需要改造的 就要改造的 那么现在国家的利口精神是什么呢 好 他提出四条 或者说 是思想基本政治的原则 第一 叫因明意 而稍加有用之功 因 就是 真重 顺从 依照 根据 明意 根据 是明和明信的意思 人和人信的意思 什么叫明和人信呢 它人的常态 人的 人的自然的要求 人的本能 本能的计划 这都抹杀不了的 余生就来的 改造成 殷命仪最重要 就是现代政治 跟传统政治的根本分歧 刚才我讲了 中国的传统政治 清漢一来 都是 用正常一样搞几东西 发明仪 殷命仪少加幼幼子宫 少加幼幼子宫 那么在这方面里达到一个解释 听明 智慧其才 什么叫智慧其才 就是要智慧 智慧上要争议 智慧人的价值 要争议自己的责任 他的责任 他的能力 他的价值 就是人呢 有价值的 有责任的 能够好为自己作用的 天常国产必有用啊 接着第一条 智慧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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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按照 客观的形式 获利诸功的要求上面呢 来选择生活的 生活与自己的 生成发展的 生活与自己的生成生活的 要自知其仪 要自观其成 要自己来看悟自己 到底我的想法设定怎么样 自己来评价 自己来肯定 自己来继续来总结 调整 这就是李达昭的东西明信时间第一个 那么我们看一看哪 他这个是给你明信来的 什么叫智慧其他啊 智慧其他啊 智慧其他啊 老不姓送孩子上学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孩子上学了不容易啊 借钱花钱啊 甚至有季啊 大家 智慧其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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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价值 更有所谓 是不是啊 把这种培养普通劳动者 作为我们高校大学校的目标 让你家长啊 为了那么大苦心 代价拍下来 回去做个普通劳动者 说的道理咋也很动人感觉 好听的 这能够市民的智慧其他吗 这能够市民的智慧其他吗 所以心不通啊 因为他拍下来目的就是为了 简单做一个更有高水平的 老同在一口就说 那是明时的混乱啊 就是做一个口小加拿大 什么方面接触的人 就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这么能让老百姓之前晚上 发现他的目的之后 还做个普通劳动者呢 不能做这个方程呢 那么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特别浓民 他做什么怎么做 他都是很好的权很大 他一家人呢要生活了 那你这么能不顾条件的 要搞人民共生化呢 战活的话需要集合 大家没讲这种吃饭 是个人根据特点 就是那几乡主 这是宜的嘛 这是宜的话 六百个公共大食堂 那么多人在一起吃 什么在一起做 这什么意思啊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真是有这么思想的话 那么就是 博文国就不会发生 作为大妖精 太幻常了 庄稼拦战机里面 就打进钢钱 钢钱里面没有 就不会发生 人民共生化 就不会发生 几千万的知识经理 散传想象 就是普通劳动者 就不会把我们好不容易 培养的那么多知识分子 去劳动吧 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情 所有这些 都是违反了 尼大老的政治思想 民主思想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尼大老的 是自己少的政治思想 而我们党 在介绍这个教训以后 波浪发生以后 我们会很清楚的 就是尼大老的政治思想 在我们的学生生活当中 来大方他的光辉 是多么重要 尼大老的思想 多么关系我们的国用和民生啊 尼大老的 他根据中国的冲通思想当中 提出一个政治的基本理念 讲义啊 这里 无为而成化 那么这种思想 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现代政治思想 为什么讲义啊 这里啊 无为而成化 是这个现代政治思想 太重要了呢 因为你讲义的话 简易的话 才能够减少政治成本 政治成本哪里来的 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学汉啊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一个事情 一套班子 一套人马能干的事情 就不应该三套 四套 五套 为什么呢 那是政治成本 对不对 简易嘛 简易不是不干事 还有得理 还有这个八十经啊 干得很好 这叫简易啊 这里 无为而成化 无为的话 就是少加有志工的意思 你少管 尤其不当国人的事情你少管 但是要成化 这都有一个条件的 不过不成化也不行啊 乱了忽了都不行的 那么无为的话呢 但是大家都能成化 这就是民进的关系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的话 在希望社会成化 社会不成化的话 只得少数人有 你根据人性好 根据他的人民的本质要求好 根本要求好 根据要求 这就叫 简易啊 这里无为而成化 千万有这个观念 尼大昭还说了这个道理 叫大道胜意 爱民好尽 尼大昭这个画 在研究之后 已经发现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于农村生产关系 变革 搞人民公社为例 人民公社是金桥 周向共产路易路易条 连离整设 整设是把城市这边中间机关干部抽下去的 到农村整设 有车祸人 有批判人 有处理人 谁破坏人民公社 那都是不用允许的 当时解决了 回来又发生了 第二年又真 就连连整设 连连夸 为什么呢 中国古代人说了 爱民好尽 爱民好尽 这个老百姓啊 你又要大道胜意吗 他想我找小路啊 这里在于比喻性的点 你不是认为公社使金桥吗 我不照理的金桥 或者表面上照理金桥 万让我另外一回事情 究竟为什么呢 因为公立主义 所以李大钓当时 这么说的时候 这么理解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现代政治学说的一个思想 叫公立主义 特别除了政治来讲 宗教里可以使命谈 除了政治人物 搞政治的 离开解大多数的公立主义 那是危险的 老百姓 一家人有吃有活有生活 他不搞公立主义 搞什么呢 你的丑现理念 能够让他吃饱臭脑吗 所以小民众之间啊 要让民生幸福啊 既才行 中国共产党活路啊 被死路 所以说人民共生化当中 在共生化问题上面 你那么将人民共生使劲 老百姓就坚强抵制 就像周那个小路啊 现在弄成社商关系 你得比较好了吧 这是咱们党的很大进步 民意思想啊 依人为风思想 那么这个民意思想 第二个问题是谈什么呢 那么根据国共生使劲 和平的教训 李达桑就提出了 必须 啥民心人质是更新 他说了 这个民心人质啊 就一呼烧不尽 充分吹又生了 就不容易更出啊 一会儿他又来了 就主张人质的 因为忠实有一种文化 有一种社会自治力量 他会主张 人质本身是违反法治的 违反法治根本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宪宪法 刚才我讲了 临时要法就这么规定了 我们的宪宪法规定是 人民是治高不上的 那么这个人质本身呢 他忠想 忠有人有一种文化 他觉得呢 在人质上还是治高不上的 那么李达桑他的民意思想 就是说人是治高不上的 民是治高不上的 李达桑即使都已经看到了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 将四种承战 谁是治高不上的斗争 到底明是治高不上的 他只有隐外一种神 一种九十足是治高不上的 四种承战者 所以他第二个是 必须是他民心人质更新的 第三 必须确立自由的本法之极 虚实得有自由的一切束缚持久 是他自由的问题 他认为自由就是现代政治的基础 第四点 必须正确处理 进步与保守 法与立志间的关系 医求社会 是平流并进 悉然体现 避免大动达 因为对人性本身来说 他不是一面的 是多面的 有人偏要于进步 有人偏要于激进 有人偏要于保守 有人偏要于守旧 接着指认一下 列号处理的关系 让他们平流紧静的 过于过得一定的银行未知 慢慢慢慢他就指认了 随会他就靠发展了 医大招认为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好像疗有灵意一样 好像谁有连个忍着一样 确议不可的 而千万不能 认为自己一方面是进步的 是绝对的 是真理的 是应该在通知地位的 而否定其他一切 那这个连个忍着 连个忆着有问题了 这样有时候 社会和言平衡 稳定发展 往往是会有问题的 当然 这么处理的关系 就是大学问了 我们现在一带去方面 有很大努力的成就 所以李大招的民意思想 是李大招首创的 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首先提起了 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中的旗帜 这是中国政治思想 文化思想 最为重要的一个成果 我们可以再到李大招 回过来一看 这个理论 真确理论 对我们国家 对我们民族多么重要 违反这个东西 你看没有什么 那是多大的代价 下面我们看呢 李大招还有一个思想啊 就是他收藏了 他这个人生的理想 和宇宙的奔体 和一个契合的真理观 他要为真理 而不惜牺牲一切 他只要有这一条的话呢 首先宣传巴克斯主义 建党就有条件了 就有条件了 就是之前东风 这个话是在1917年的春天说的 到1917年底 东风就来了 这个问题里面呢 首先呢 拥护社会革命 筹摸马克斯主义 建党 李大招的建党 什么情况 我们党的创建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些人认为 从1920年开始的 不错 从1920年春天到上海以后 就开始建党 但是就是住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是需要实现创建的 我们现在也是实现创建 因为中国共产党跟别的党不一样 它需要实现条件 别的党如果当初的时候 你住就好了 建党的时候你建就好了 但中共共产党不然 它有实现理论 就实现理论需要条件的 这就是李大招创造的 从什么时候创造的呢 从十二革命以后 从十二革命开始的 也就是说 从1918年开始的 1919年 这两年时间 李大招都在进行实现创建 正是从这种意义来说 李大招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而陈多秀当时这边呢 对四国革命还是有保留的 这到他到上海修之前 才游戏正式 那是查了一些 但是陈多秀后来 亲身做了建党 那也是功夫苦目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呢 成理或者说李成 第一个如此 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什么叫创始人 我认为 他个人的党籍 不需要别人来承认的 而别人的党籍 需要他来承认的人 又是创始人 那么这样的人有几个呢 两位 陈多秀伍里大招 其他人呢 实际上都是他们承认的 今天呢 后面跟大家讲的呢 只着重将这个李大招 说让我们告诉我们的 那是我们为政之本 是我们政治的根本 知道吧 离开这个的话 就会付出很大代价 我们看到我们党在这方面 求得的成就 正是呼和李大招 又来着追求的 一些理想 他的思想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也需要我们继续 发扬里达到的 神言真理的谨慎 不过神言真理 我们就有很多 解采当中的问题 我们国家发展当中的问题 不能得到有利的 深刻的 是吧 那么回答 这样的话呢 得以我们邻居人心 邻居力量的话 就现在不足 我们还是缺少 真正的 神言真理的 我们伟大的 一理论家 思想家 但是我们呢 也还是在这方面 还在发展 还在努力 今天大家 来听我 来谈你大招 来记得我们当的90周年 我感到非常高兴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还可以跟我九六问一问